悉尼新增病例919例 但是解封和国内旅游将很快即将恢复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GoMarkets热门话题部分 我们知道最近悉尼的新增病例一直在增加 从上个星期的500600到这个星期的700和800 甚至于在昨天宣布的病例中 达到了创纪录的919例 在这么高的新增病例人数之下 但是目前新南威尔士州依然宣布 将会针对那些已经完成一剂或两剂疫苗接种的 普通人群释放不同等级的开放政策 或者说是解封政策 换句话说 现在荆州政府很有可能 或者说已经大概率的将会使用的 是类似于英国和以色列的政策 也就是当全部人口的疫苗接种率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将会选择和病毒共存 而不是采用去年澳洲统一的清零政策 当然了 这个只是目前的现象 咱们今天要说的是金融市场里面 由于受到这个消息影响 所导致的旅游股和航空板块出现了大涨 咱们知道 悉尼从6月份开始封城到现在 这个病例是一直往上涨 在过去的两个月中 大部分原本已经上涨很多的旅游板块 比如说像是澳航 像是Fly Center Webjet和悉尼机场 在疫情的前4到6周时间 下跌都非常不少 也就是挺多 但是呢 咱们如果不妨看一下最近一周的走势 我们都可以看到呢 最近这些旅游股航空股 包括机场股 均出现了大幅度的上扬 而且是连续几天的上涨 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呢 基本质上的原因就是澳洲总理宣布的 澳洲之前针对性疫苗的政策 是采用的是完全清除和清零政策 但是由于现在的实际情况 使得整个澳大利亚 对于这个新冠目前的情况呢 将会采用和病毒共同生存的政策 换句话说 悉尼要清零几乎已经是很难了 因此 未来的目标就是在能够控制住 重症和死亡率的前提之下 最大程度上的恢复经济 要不然的话呢 就像咱们之前说过很多次 人封闭在家里 要不然呢 就是没有工作 要不然呢 出去呢 有病毒 在家 没有工作 没有收入 又容易被饿死 所以这是一个两难的局面 换句话说 现在 新南威尔士州 也就是悉尼所在的那个州 成年人的接种率已经达到了60%以上 预计在两周到四周之内 他们将会达到70%以上 有很大的概率 悉尼将会解除部分的封锁 对于那些已经打完了一季 或者两季的人群来说 大概率 他们将会有更大的自由 因此 受此消息影响 我们看到了 旅游板块 航空板块 和交通运输板块 在这个澳洲的国家政策 对于新冠发生改变之后 均出现了巨大的上涨 那么我在一个多月 两个月之前 曾经跟大家说到 当时我预测的时候呢 是在圣诞节之前 如果澳洲境内 能够压制住病毒的话 开放国内旅游 那么旅游和航空板块 将会在11月底到12月初 出现一波大涨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呢 现在病情并没有压制住 但是开放人将继续 换句话说呢 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说 这既是一个好消息 其实也是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呢 经济即将恢复 坏消息是呢 如果针对部分 比如说有传疾病 或者是其他的重症 没有办法打疫苗的人群来说 那么开放了这个封锁之后 也意味着病毒将会更加广泛的 在人群中传播 还有对于那些 12岁以下的儿童来说 他们目前是没有办法 打这个疫苗的 因此对于儿童小朋友来说 可能风险会更加大 但是毫无疑问 现在情况就是呢 全世界也许只有新西兰 还能清零 除此之外 绝大部分国家 最终可能会采取的 依然是和病毒共存的方针和政策 也就是最大程度上 能够保证重症和死亡率的降低 或者说压低 但是对于轻症 在打完疫苗之后 很有可能将会放开 那么现在根据澳洲在国家政策上 对于新冠控制的 从原先的清除 到现在的有序控制的转变 那么我们在股票投资和金融市场上 也应该做出相应的改变 最大的改变就是 原本也许是在11月中到11月底 才可以关注的旅游股 航空股 以及建筑板块 我们可以从现在就开始关注 为什么我要提建筑板块呢 就是因为悉尼从第四还是第五周开始呢 由于当时疫情的扩散 使得大部分的建筑行业被停工 完全停工 但是由于现在政策的改变 使得他们将会逐步开放 甚至于完全开放建筑业和制造业 因此这两大在过去四周时间里面 遭到重创的板块 值得我们在未来的四到八周时间里面 重点关注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GoMarket 在线交易 首选券商